那張小姐她是英華威的一個 公關的一個負責人 那她對於風力發電她也投入了十幾年的時間 其實我們今天很難得可以第一次 真的很貼近的風力發電機 並且聽專業人員來講解 因為平常我們聽到風力發電就是 會看到什麼願離反風車 然後說風力發電會很吵啊 然後或者是說 有什麼其他那種可怕的噪音 還有光影的掃過那些東西 我們今天都可以實際去看看 欸是真的是那樣子嗎 然後親自體驗之後呢也可以思考 那風力發電是有什麼樣的限制 或者是說她有什麼樣的好處 我覺得我們都可以實際去體驗看看 然後要提醒各位喔 因為在風力發電機附近的話 風非常大 所以各位的那個防風衣物一定要穿好 不然會可能會著涼 然後這兩個東西 稍微也提完了之後呢 有一個問題其實是希望大家 在車上有機會可以分享 那是什麼東西呢 是說 到底我們荒野人 就是今天在做的 就算不是荒野人沒關係 但是很可能會成為荒野人 對 那究竟我們用什麼態度 或用什麼樣的觀點 用什麼樣的價值觀 來思考能源這件事情 那能源裡面 今天主題是電源的部分 我們用什麼樣的態度 用什麼樣的價值觀來思考 因為以人類發展歷史來講 電的出現 從發現到能夠發電 然後到我們現在用電 也短短的這一兩百年的時間而已 那 我們早期的生活是什麼樣子 其實大家有念過歷史 應該可以回想一下 歷史上的人類的生活方式 然後我們再對比一下 我們現在的生活方式 那我們可以思考看看 我們需要現在這樣的生活方式嗎 那如果說真的需要 但是沒有辦法改變的話 我們又有什麼方式可以 慢慢調整成比較好 對自然比較好 然後用電能夠比較 要跟大自然和平相處的方式 好 謝謝 那我想說 大家可以花個五分鐘想一想 等一下開始 傳遞麥克風 然後讓大家分享一下 彼此有沒有什麼對 不管是今天的 那個流程想法也好 還是對用電的想法也好 還是你對能源 有什麼樣的疑慮或觀點 都可以提出來大家討論 趁現在在車子上 同時自我介紹 喔對同時自我介紹一下 那是我們該可能的 管理階段 後來我們一起看 現在你們的音量 谢谢大家